2020年,科学家研究了金星的表面,这颗行星有着与地球相似的大气层。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它如此感兴趣。 在研究过程中,科学家们发现这颗行星周围的气体中有着零化氢。 这种物质是由零与碳或氢结合而成的有机化合物。 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因为无色有毒的零化氢可能具有生物性来源。 在金星上,最近的火山活动可能是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气体的原因, 但也可能是因为那里确实住有某些细菌。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从金星转移到地球, 到福克兰群岛,美丽的巴布亚企鹅便生活在这。 科学家们采集了这种企鹅的排泄物样本,并对此进行了研究。 哦,在实验室里,他们分析了巴布亚企鹅的粪别,并在其中发现了零化氢。 这发现震惊了所有人,距离我们约6100万公里远的物质是怎么跑到这些企鹅体内的呢? 真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如果这些特殊的企鹅其实是从金星来的呢? 或许它们也常抬头仰望星空中那遥远的家园也说不定呢。 企鹅是稀有的鸟类,它们能够将体内的盐水转化为淡水。 它们眼睛旁边有一种独特的线体,能够发挥出某种类似强大的肾障般的作用。 它可以让企鹅从血液中去除盐分, 所以或许这个线体可以以某种方法让它们能够在金星上生存呢? 企鹅只有在我们的星球上才无法飞行, 但想象一下,金星的大气层可是非常适合飞行的呢? 现在可能便有数百万只企鹅在金星上飞行, 只是因为那颗星球上覆盖着气体所以我们看不见而已。 当然,这个理论不太可能得到证实, 企鹅应该很难在金星的大气层环境中生存, 毕竟金星大气层的96%可是由二氧化碳所组成的, 在这颗星球上也有少量的硫酸云, 但科学家们至今仍不知道这种鸟类的身体究竟是如何产出零化氢的。 它们计划对巴布亚企鹅的行为进行彻底的研究和观察, 它们需要知道这种企鹅究竟都吃了些什么, 过着什么类型的生活方式等等。 在这一项研究之后,科学家们希望企鹅零化氢能够有助于识别出生或在其他星球上的诸多不同的有机体。 在这种企鹅体内,某些艳养菌可能可以产生零化氢来对抗其他竞争维生物。 在地球上的池塘粘液中也能够找到零化氢的痕迹, 未来科学家们将向金星发射数个探测器, 以探索金星的大气层并寻找零化氢的来源。 还有另一种动物可能来自其他的星球, 不,不是我啦! 这次的生物生活在海洋中, 2018年一组研究人员发表了一篇科学文章, 声称章鱼不是地球原生物种, 这不是什么比喻,研究人员称章鱼为外太空生物, 但其实确实有数个理由可以支持这个说法。 其中一种假说认为, 来自其他星球的病毒掉进了地球的海洋, 并透过贝类感染了污贼。 这种感染迫使它们进化成章鱼, 另一种理论则认为章鱼卵是由陨石带到地球的。 之所以出现这各种版本的说法, 都是因为章鱼的独特性, 这种海洋生物与蝸牛、软体动物和乌贼的关系密切, 但章鱼比起它们要聪明得多。 它们是地球上最聪明的无脊椎动物, 其智力也高于许多哺乳类动物, 这其中甚至包括我的某些同学呢。 它们拥有所有生物中最为复杂的神经系统之一, 章鱼的身体里有一个中央大脑, 其处需具有一种神经连接, 使之能够独立于中央思维进行思考。 它们的视力的发展方式使它们的眼睛 简直堪比昂贵的摄影机的镜头。 它们可以改变身体的颜色和形状, 并通过色素、神经和肌肉的组合以伪装自己。 但最酷的是它们的智慧, 它们懂得放松、耍肺、发懒, 还懂得怎么享受玩乐。 地球上可没有其他生物具有如此不同 寻常的外表和行为的。 但是将它们视为外太空生物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它们的进化过程。 在任何现存的动物中, 你都可以追踪它们进化的阶段过程。 例如大象和蒙马象是大象家族共同祖先的后代, 而该家族在五到六百万年前就灭绝了。 如果你在进一步观察, 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哺乳类动物 都是从类动物的爬行动物所进化而来的。 几乎每一种动物都有一个进化分支, 造就了它们现在的模样。 每个物种都经历了数百万年的变化发展而来。 但是呢,章鱼并没有这种家族分支, 它们是突然出现在家族系列的。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 乌贼应该是会在数百万年的时间 慢慢的进化成章鱼才是。 但是科学家们却无法透过章鱼的智慧, 触虚和伪装能力来追踪它们的进化过程。 章鱼的基因组不同于地球上任何其他生物的基因组。 如果章鱼的外太空起源被证成立, 便可以证实出某种与达尔文进化论相反的理论。 同时,依该理论而言, 生物体或其胚胎便应是通过陨石, 从外部带到地球上的。 但目前为止, 还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这一个理论。 有些科学家认为, 大约在1亿3500万年前, 章鱼便从鱿鱼分支中分离了出来。 但是这个理论也尚未被证实。 只是如果章鱼真的是从外太空来到我们地球上的, 那么生命体是怎么在星际旅行中幸存下来的呢? 事实上, 这并非不可能。 地球上确实有某些生物可以在太空中生存, 比如缓步动物或水熊虫。 它们是非常微小的八族无脊椎动物, 与节肢动物很相近, 你需要用显微镜才能够看到它们。 但就算是便宜的显微镜也能够让你仔细观察它们。 从外表来看, 它们长得有点像熊, 它们被称为水熊, 因为它们的身体需要一层薄薄的水分, 以防止出现脱水问题。 我们在各种环境中都发现了这种生物, 从海洋深处到炎热的沙丘无一不由。 由于它们独特的结构, 它们的生命力非常顽强, 它们虽然看起来很软嫩, 但其实它们的身体覆盖着一层坚硬的角质层。 这种覆盖物类似于炸猛、螳螂和许多其他昆虫的外骨骼。 水熊虫会退掉旧的角质层以成长。 它们有八条腿, 每条都有四到六个爪子, 能够帮助它们附着在任何表面上。 这种缓步动物能够成功在摄氏-200度的环境下生存。 这温度几乎是冰雪覆盖的南极洲的三倍之低啊。 炎热的环境对它们而言也不是问题。 它们能够在摄氏近148度的高温环境下存活, 也就是说它们能存在于废水之中。 水熊虫也不怕辐射或高压, 在海洋深处那里的压力可是能够破坏强润的金属合金啊。 但水熊虫可以承受比这还要高上六倍的压力。 不过最酷的是, 它们可以生活在太空的真空环境之中, 我们的地球具有磁场, 那是一个能够保护我们不受太阳辐射的顿照。 不过这种缓步动物可不担心太阳辐射的问题, 它们可以进入禁地轨道并毫发无损地返回。 它们的身体力量由一种蛋白质所提供, 这种蛋白质可以保护它们的DNA, 免受电离辐射。 这种缓步动物也可以进入隐身状态, 如果周围环境非常寒冷干燥缺氧或盐分过多的话, 这种缓步动物便会把头和腿给缩进身体里, 然后进入睡眠状态。 它可以保持不动的泳装形式, 直到周围环境的条件有所改善, 这种隐身状态让它们能够在没有水和食物的情况下存活上述十年。 2016年,科学家们成功唤醒了两只睡了30多年的缓步动物。 这种生物安然度过了地球上曾出现过的五次全球性灾难。 它们出现在大约50亿年前, 它们也很可能可以活长那么久。 它们并不害怕任何的天气, 小行星撞击地球附近有超新星爆炸, 然后超新星爆炸的辐射射到地球上, 全球性热风暴或冰风暴的出现。 人类和大多数生物可能都无法熬过这一类事件, 不过水熊虫可是能安然度过的哦。